就蠻興奮的啦 興奮到很緊張這樣 身體的狀況其實還OK啦 都保持得蠻好的這樣子 就是很興奮啦 對不對 就想要趕快開始比賽這樣 其實我們的身份比較 算比較特殊啦 是業餘球員 那我們是希望能拿出好的表現 讓打破大家對業餘選手的一些迷思啦 那也希望爭氣一點 能夠為後面的業餘選手 開闢一條更宽廣的路也不一定對 差蠻多的啦 對啦 因為人數的關係啦 從一開始其實就是很想要表現自己 然後第一個也保送嘛 對不對 然後後面想說好像不能這樣子喔 冷靜下來 是那個林立友回來 有跟我講一下叫我不要那個就是平常緊張式 在心理層面他不會緊張 他只是因為第一次接觸到球迷 算比業餘來說多了好幾倍嘛 那這種張力的話會比較亢奮 所以力量有點沒有保持得很好 當後面有危機的時候 他就有冷靜下來嘛 對 我想這是他的優點喔 他一來就一直跟我講 就是來這邊要注意什麼啦 然後那個什麼上去啊幹嘛的一些狀況啦 對 張力越強你越要冷靜去做好自己的責任範圍嘛 那其實上去不會想太多 你就把自己所負責的局數狀況盡量把它hold住 我想能達到教練的期待這樣子會比較好 我反倒希望球迷越多越好 因為畢竟業餘選手能接觸到這麼多的球迷 其實是很難的 反而是很期待球迷越多來進場為我們中華隊加油 中華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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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